它水果感覺還蠻新鮮的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抹茶 欸難塞正面啊 這樣啊 這樣子吃嗎 我記得這次蠻好吃的啦 就是脆脆的 你要吃到你不想吃嗎 它米的味道很重 然後它又不會太甜 所以就覺得這個很好吃 來吃下午茶 我們今天呢就來吃這些 如果好吃的話就會推薦給大家 今天呢也是我們第一次吃 所以就看看好不好吃 第一個呢是 來介紹小姐來介紹 這個呢是一間咖啡精Coffee Bean 它裡面出的水果糖 然後有藍莓 草莓 還有芒果 欸其實我不知道最近有賣塔 Coffee Bean 我今天來這邊喝咖啡 但沒有吃過它的塔 然後今天就來吃吃看它的塔 好不好吃 誰的 剖我的嗎 剖你的 它水果感覺還蠻新鮮的 冰果 來吃吃看 可是因為有冰果啦 所以口感會不一樣 欸這個水果上面有一層糖欸 糖酸嗎 真的有意義的 嗯 當然一樣 它藍莓很大顆欸 甜度適中 嗯 這個藍莓就是很水果 它沒有什麼 奶油在上面 嗯 我們就跟你講 怎麼樣 對啊 就是很水果的水果糖 還蠻清爽的啊 還蠻清爽的啦它的塔 不會很膩 嗯 因為有的那個塔會粉症的 以後可以去吃吃看 以後可以去吃吃看 可能它的塔不要去看 但不至於到 整推啦 都普通 早上嗎 台灣也有有咖啡筋嗎 好像沒有 有吧 我不知道欸 查一下吧 我們之前不是很愛吃它的 巧克力蛋糕 很濃很濃的巧克力蛋糕 是最近嗎 是另外一個吧 是這一間 我們都有的 對啊是這一間啊 嗯 它的咖啡也不錯喝 如果有喜歡吃水果糖的 嗯 我覺得可以吃吃看 就不會太甜啊 那你自己平分 1到10分你可以幾分 1到10分我會給 6分 6分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種 我要料多 然後麵粉少 像這個下面就太厚了 就是很多 然後水果就是上面 那不會太甜我覺得是 是可以的 OK 裝了欸 裝了 裝你5分啊 沒事今天加 還好 幾分幾分 1到10 3分 欸它這黃黃的這是什麼啊 一顆一顆 我也不知道 3分 你給太低了吧 完全不及格 所以是滿分10分嗎 嗯 我好像覺得5分 為什麼呢 你會 你覺得 還算中上啊 不會那種很爛 真的是很爛的那種甜點 它不會到膩 可是 可能就是會有一種感覺是 喔你吃過這家就夠了 而且我發現 這個不是芒果 這是水蜜桃 好像水蜜桃 你試試看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這到底是 這就是罐頭的 那一種水蜜桃 嗯 應該說它的塔跟它的水果味 好像沒有 合在一起 所以水果是水果啊 下面就是塔 這樣 所以這間還好 嗯 沒有很推 普通 普通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水果塔 突然想不吃 那就可以來直接買 嗯 中等的 那你就是吃過一次 喔我都吃過了這樣 嗯 來我們來換下一個 這個 喔 TWG的馬卡龍 嗯 誒 哇把他弄倒了 我的這個 有粉紅色的 有 有棕色的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抹茶 綠色的就是抹茶口味的 那其實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們其實吃了 都會覺得 它味道蠻熟悉的 但不知道它是什麼水果 或是什麼東西 它很像那個粉 黑加綠糖 喔 黑加綠 是嗎 好現在我們要來吃 TWG的馬卡龍 來 裝先拿一個 抹茶的 我昨天吃 超級重的茶味 超級重 因為我不是抹茶口 你要吃一個看看嗎 那不要 他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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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吃全部都是我的 因為抹茶我不喜歡 那我吃這個 好抹茶不喜歡我 這個我昨天沒有吃到啊 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它那個表皮是很硬的 就是 它不會 不會那種 很像台式馬卡龍這樣 碎掉 嗯 它是很紮實的一片 糖 糖霜嗎 糖霜 就是在上面 就是 還蠻硬的 它裡面是紫色的 嗯 它之前是脆脆的那個糖霜 對 它這是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它很熟悉 我吃不出來 我也吃不出來 這是一個莓果的味道 來你的茶的呢 很好 我覺得好甜喔 因為我 我也覺得很甜 我昨天吃也覺得超甜 這個要配茶 我就喜歡苦的 這一定要配茶 這個有點太甜 對啊 因為如果我們不愛吃甜點的人 你就會覺得很甜 太甜 嗯 所以我們當螞蟻人 可是喜歡吃甜食的人 都可以買 就是屬於那種偶爾買來吃 一兩顆 像這個呢 你就會分兩三天吃 嗯 因為這太甜了 不能一次吃太多 沒錯 好 好 下一個 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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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這個也是蠻適合送人的 一個日本的牌子 ROYS ROYS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牌子的巧克力是 我姐去日本 然後她買回來 喔 然後聽說很多人去都會推 對啊 因為我也沒吃過 所以就來吃吃看 它有一個保冰袋裝起來 欸其實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那個咧 它裡面有附一個 保冷劑 來 裝來開一下 我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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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是 紫綸回來了 天啊我要側了 你現在在中間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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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不可以 有沒有撒出來 沒有 她哪有一個袋子 果然是日本人 一層又一層 對 你看這個套 它還有一個那個 蓋子 對蓋子 等一下這樣子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你一塊我一塊她一塊 OK 那個麵啊 喔 應該是你 你現在用的那麵是正麵吧 不是正麵那飯吧 這樣啊 這樣子是嗎 反過來吧 完蛋了完蛋 沒有吃過生巧克力的幾個人 喔 落爆 我們是土包 它上面是可可粉嗎 它是要切開 好像是欸 而且它的那個巧克力好飽滿耶 有有有 我看它的甜點 它上面是可可粉 然後 吃進去的那個巧克力會慢慢化開 還在你的嘴巴裡面 哇 這個很厲害喔 我覺得 滿好吃的 而且不會很膩喔 嗯 它是有一點酷酷的 這個 這個 欸 這個好像是 它有放很多種 這好像是牛奶巧克力的 嗯 這個顏色 它因為它有很多顏色 對 可是滿好吃的欸 嗯 不會太甜 我喜歡吃甜食的人 可是我可以接受 一點點的苦而已 嗯 我再吃一個 嗯 這好吃 欸它一咬下去 你剛開始是 吃到粉 含在你嘴巴 吃到粉濃掉 然後就變巧克力本身 嗯 然後就 慢慢的融化 兩種層次 嗯 等一下就可以消吃 嗯 它最喜歡吃甜的 嗯 這比這個馬卡龍還要不甜欸 嗯 雖然這是巧克力 欸那我們選對 我們先吃馬卡龍 嗯 欸還是其實是 馬卡龍太甜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不甜 嗯 也是有可能 好我們來換下一個 換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新加坡的一個 牌子 手工餅乾吧 手工餅乾吧 放裡面 我知道 這個膠袋 這應該大家都有看過 欸這個英文怎麼樣 反正就是這個牌子 對 就是一個手工餅乾店 這個牌子 然後它的包裝都很美 這個也是適合拿來送人的 之前也有收過這個 它就是一個袋子 打開來 然後裡面就一小包餅乾 在裡面 這個收到你就會心情很好 因為它那種粉粉的 包裝滿美的 嗯 它有花花的啊 它打開就是這樣 裡面有一個 餅乾 我之前吃的是 黑色的黑巧克力 我知道這個牌子 這個 一般的那個 在新加坡的 shopping mall裡面 對 對 我記得這是蠻好吃的啦 這是脆脆的 然後吃肉很不想吃嗎 都會有這種種類的 我不喜歡吃餅乾 他不喜歡吃餅乾 對它也是有那種 巧克力豆在裡面的 好我們吃吃看 這是不是 有一個 這裡面是不是有加那個啊 肉 肉粿 肉粿嗎 好像有 但我不知道這個買的是什麼口味的 那沒有很重 它的餅乾就是那種很 很手工的餅乾 很硬 表皮很脆 我發現這邊的人很喜歡這種餅乾耶 餅乾 的英文他們講 cookie好像是 另外一種 像 就是另外一個 不脆脆的那種餅乾 比如說是那個 這種餅乾好像就是叫那個 沒有 cookie嗎 cookie是這種餅乾 然後biscuit是另外一種餅乾 不知道 可能上網調一下英文 嗯 我們不是一般就講 cookie 他們好像不是講cookie 他們就講biscuit 對biscuit 嗯 biscuit 嗯 就是很常聽到這個單字 嗯 然後就好像類似在講餅乾的意思 嗯 但這個也是處於很甜的那一種 嗯 但很喜歡吃點的人可以來吃 因為這個真的蠻 適合配茶啊 因為我覺得我們四次都沒有打茶怪 配咖啡啦 你們要配咖啡 因為這些其實都蠻甜的 是算好吃的啊 嗯 算太甜了 你要配咖啡嗎可以幫你夜風去咖啡 這是那種下午咖啡 你先可以配咖啡 太甜了 我整個 需要喝那個麥茶來數一下口味 這個也可以去試試 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口味的 反正就是 棕色的 裡面有巧克力豆的 好 去那間店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 那間店它有很多個格子 然後它格子裡面全部都裝的手工餅乾 然後你可以跟它說你要多多重的吧 然後或是你要禮盒 它就會給你 但我個人是都很少去吃 對我也是很少去吃 因為這種 除非人家給我 我們才來去吃 好換下一個 覺得很好吃的 我同事推薦 然後我就問其他人 欸要不要一起訂 而且它很快就送來了 米米花 喔四天它就送來了 超快的 但它我這次訂了第二批 它還沒有來 已經超過四天了 所以我覺得那應該是之前 還沒有很紅的時候 剛好它就 對對對 然後我們訂來之後 又再訂一批 就沒有那麼快了 這個就是 台灣的一個 用宜蘭米 宜蘭米嗎 對對對 用宜蘭米爆的一個 米米花 它是用米爆的 它就像這樣子 它米的味道很重 然後它又不會太甜 所以就覺得這個很好吃 因為它現在台灣已經 這個已經很紅了 不需要我們介紹 但是新加坡的話 我們就會從台灣訂過來 好像滿一百塊的新幣 欸是買多少 買一百塊的新幣不用運費 因為如果你沒有訂到一百塊的話 可能就要付十五塊的新幣 運費 但如果你有訂滿的話就是不用 然後我們有訂巧克力口味 對 焦糖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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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玉米濃湯的味道 有沒有吃過玉米濃湯 吃起來就像是乖乖的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可是它 它有多一個米香 對多一個米香 跟一般的爆米花有點不太一樣 嗯 這還滿好吃的 而且它真的不會很甜 跟我們剛剛的比起來 真的是完全 這是很適合 欸這是比較沒有負擔的一個 我覺得它會很順口 你會一口接一口 一直吃這樣 你可能看電影啊 或是什麼看電視啊 然後拿下來吃 嗯 好換下一個口味 這是焦糖的 口味 我自己吃過焦糖的口味 我覺得 焦糖的口味更好吃一點 是嗎 它有原味嗎 有 它的原味很好吃 就是米香味 就是米香 哦 這個就是電影院的焦糖玉 那個爆米花味 就是它要有 都多一點 有一點 乳味嗎 還是什麼 就是那種真的很焦糖的味道 嗯 就是真的有把糖 炒焦的那個味道 對不對 就真的是你爆米花那個 下面那個焦糖 但焦糖跟巧克力比起來 巧克力比較沒那麼甜 嗯 對不對 焦糖比較甜一點 因為那時候比較起來 我想想吃 吃一下米紅糖 鹹的 嗯 就是鹹的 我剛剛偷吃了一個 因為我也沒吃過 因為我沒有訂這個 因為我們上一次訂的時候 是缺什麼 日式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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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跟抹茶 然後大家都推 日式醬油是比較多人推啊 但是它比較貴 這一包是 6.14的新幣 然後日式醬油好像是9點多吧 9塊 一包9塊 我訂了一包 但還沒有來 嗯 很淡的一個爆米花味 而且是多拉芋 玉米蛋 有一點點像 但味道要更淡一點 嗯 沒有那麼濃 欸那這樣全部吃下來 我比較喜歡這個 台灣的零食 這個第一名 這是米米花第一名 是我首選零食 如果我排 我會這個 巧克力1 玉米花 嗯 玉米農農2 焦糖3 喔你是叫我排那個 口味是嗎 我自己啦 我自己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它也好像有點 吃太久會很鹹 焦糖1 2 3 喔你是焦糖1喔 我就是喜歡焦糖 可是它比較甜一點 比較甜一點 嗯 但這個就是比較不會你 可以吃 因為它比較不甜 嗯 然後就是微微的鹹鹹的這樣 然後其他應該就 不用排了 其他 我們其實今天要清清 清冰箱 清冰箱 把東西都清出來了 你這個蛋糕你要吃嗎 台灣零食推推喔 嗯 真的 這樣就很正常 這個就是很正常的 這個就是很正常的 你們把全部不要的東西 拿來量一下是嗎 沒有不要啦 就是 秀完它 秀完它 我們零食日 如果你有喜歡 下面留言 進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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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要來吃一個鹹食 不然這邊太甜了 我們呢 又訂了一個品金羊 對吧 這是有對吧 品金羊的鐵板麵 蘑菇鐵板麵 然後呢 我一打開冰箱 我就看到 欸那個送來了 我就打開看 我發現那個跟我在早餐店打工的 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麵也一樣 包裝欸 那個蘑菇麵的那個包裝 一模一樣 你一隻你就會覺得 身兼回到台灣早餐店 對啊 因為那就是 那就是從台灣運過來的 對啊 這我之前 那早餐店打工 都是這個 一模一樣的包裝 還有一模一樣的麵 所以等一下來 吃吃看鹹食 喔我今天完全這集 就要亂吃了 嗯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那我們的晚餐 等一下就來等我煮 鐵板麵 臭麵 對 好強喔 多麼歡樂 你也算最新的嗎? 不用開 我記得好恐怖喔 欸我們要不要帶麵罩來 來接這個運量 它扁超大聲的欸 等一下等一下 欸你把它放著吧 欸我覺得挺美的喔 好美喔 因為它的油很剛好欸 哇 然後旁邊很脆 嗯 金黃色黃金喔 而且還彈彈彈 這麼爽喔 我肩中間這樣 我肩中間這樣 好 我肩中間這樣看 好 好 很難 有 到我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